四世本無礙的第九章 超越宗的自我 超越宗的自我 這一章 我們會講到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關鍵 然後更精彩的 更重要的就是後面的第十章 所以我們預定 今天看第九章上到哪裡 後面第十章大概要用兩堂課 把很重要的那些觀念 關鍵 把它釐清出來 我們先看第九章 超越宗的自我 現在 我們要從人馬座的層次 進入超人格的層次 它既是一個超越的境界 我們就須放下對自己 及世界的慣有心態 才能領會出那超越個體 廣闊無邊的意識領域 這一層次的修持法 是為了幫助個人 體會到自己意識的深度及廣度 進而提升至浩瀚的超人格境地 這就是 我們必須放下對自己及世界的慣有心態 因為我們眾生 一般人 你的生活格局 都是局限在狹小的自我範圍內 通常都是從我 我所而出發 所以你回去都可以反省 反觀 檢討看看 我們的所作所為 是不是從小到現在 我們都是常常活在那個自我的範圍裡面 都是為我 我所而努力而奮鬥 而打拼 現在我們就要把這樣一種狹小的格局要打開 在這個打開的過程 這就是 以前我們是為這個狹小的我 還有我所 我所就是 你所有你所抓的一切 從這個自我出發去 所抓的我所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的小孩 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 我的財產 我的名 我的利 我的地位 我的權勢 這些都是喔 這都是從我出發 但是 不管你抓再多 不管你抓再多 你都是在這個 我的小小的一個景底裡面 知道嗎 你都是困在這個小小的我的景底裡面 然後構築很多的夢幻世界 那今天呢 要來到超人格的世界 就是要讓我們跳脫出這個小小的框框 也就是處理景底青蛙 不要一直還是侷限在那種景底青蛙的世界 那這個就是要把你慢慢跳脫出來 讓我們這個視野視線慢慢的來突破 好 那在這個突破的過程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就是說 以前像我們上這個四四本外 它一路的這樣讓我們從身心分裂的過程 慢慢的愈合 慢慢的愈合 對不對 那它等一下會來到一個就是說 是一個又要讓你分離的這個過程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析 因為這裡面它是有很重的一個過程轉折 好 我們現在繼續看下來 所以你要來到超人格 超越中的自我就是來到超人格的層次了 也就是說像這樣的人 他的內心的世界 他所想的 他所考慮的 不是跟一般人一樣在這種個人的利益上面 不是著重在個人的名利上面 他是來到那一種跟我沒有親疏關係的人 我一樣都是去關懷 所以我們要 你看 你必須放下對自己及世界的灌有心態 注意那個灌有心態 但你要跳脫這個不容易 因為我們很習慣性的落入在以前那種框框架構思維裡面 那你要能夠放下也就是要能夠超越 好 再來看第二段 這種論調只會讓現代文化 讓現代文化文明所培養出來的西方人士感到困惑不已 再加上宗教的極度貧血 注意這幾個字 宗教的極度貧血 不論在個人經驗或群體組織中 我們早已失落了那種超越感 這就是說 為什麼說 這種論調會讓西方人感到困惑呢 為什麼 東方人當然也會 但是西方人他們會來到蠻迷惑的一個階段 因為如果以這種人性發展過程來講的話 像近代這一百年來西方的這種自我主張本位主義 這個比東方來講更明顯 對不對 所以你看像西方人像美國人歐洲人 他們很敢於自我表現 對不對 那個自我表現 這個就是來到那種自我主張 那個人本主義本位主義這方面 好 現在要來到超越人格超越人本的這個世界 哇 他們這樣 什麼 因為他們原來停留在的是一種 好 你要我相信什麼 你必須要我在實驗室裡面可以證明得到的 我才相信 有沒有 以前那種重信科學 一直認為說科學至上 我能夠證明的才算 我證明沒辦法在實驗室裡面求證的 我沒辦法證明的 那通通否定 或是通通不信 當然這一方面也是要避免人類走上那種迷信 但是你要避免迷信 然後你卻對自己所知 所不知的這領域呢 你卻是排斥的話 那這樣很糟糕 你也一樣 當這一種不知的領域 扣到你的心弦的時候 你會恐慌 會怕 會排斥 所以不是說 一流的科學家 IQ很高 他就能夠來到安心自在 不是耶 不是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這種超人格的層面 會讓那些西方人士感到困惑 因為本身這位作者 他就是來自美國人 所以對美國這種西方的文化背景 他很了解 如果用我的立場來講的話 會比較好像有失客觀 但是他因為Ken Weaver 他是來自美國紐約的 加上當今的宗教的極度貧血 你看喔 他也是一針見血的講出來 他沒有評論任何宗教 而是他看到的一般的宗教 是如此的極度貧血 為什麼 因為目前的宗教 通常都是一直停留在信仰的層面 或是迷信的層面 而沒有真正讓人類的心靈開發智慧 他講的貧血就是說 人類的心靈並沒有真正的成長 而是一直居限在迷信信仰層面這樣 所以不論在個人經營或是群體組織 個人經營就是說 你不信宗教 你只是那種個人主張 或是你群體組織就是說 就算你走入宗教 你還是一樣 你還是一樣 沒辦法找到那個真理實相 所以 眾生早已失落的那種超越感 自我主張 變成你沒辦法來到那種體會 超越自我那種境界 當我們指出每個人的存在深處都有超人格的我 他不僅能超越自己的個體性 還能夠超越時空限制的另一種世界相聯繫 大概會有不少人吃之以鼻 那有可能 還有中國有一句話 那一句話我是覺得說相當不好 不好 但是卻有不少人把它做為那種厚黑血之用的 這個還是保留了 不要講出來 因為覺得說那一種 讓人類眾生進入更是彈身詞展現的世界 那很不好 好 在西方人過去幾個世紀以來 一直處心機率地壓制超越的觀念 這實在是極為不幸的事 這種壓抑雖然十分隱悔 影響卻很深遠 這就是說因為來到崇尚科學 認為那些不能夠在實驗室裡面檢驗的 那就是迷信 然後不相信 當然你可以避免迷信 但是很多你不知道 你也都把它否定掉了 結果人類不僅不知道臣腐法界 還來到更大的我慢 認為科技萬能 糟糕了 把人類帶向更危急的時代 把人類一直推向懸崖 今天漸漸來到動一髮 簽一髮動全身的這種情況 所以說這實是極為不幸的事 這種壓抑雖然十分的隱悔 影響卻深遠 它是促使當前文明 常感到不滿足及不快樂的主要原因 他的遺害 遠比上述的那種意識層次中所談到的性壓抑 以及暴力侵略個性的壓抑等嚴重得多 因為前面所提到那種性壓抑或是暴力侵略個性 這還是停留在個體方面 但是當那一種 這種一直處心機率的壓抑超越的那種觀念 超越也就是說不接觸那種神格 這方面反而讓人類的心靈 越來越墮落 越來越沉淪 這就是人性漸漸迷失而沉淪 好 我們再看146 第三行 當今的問題癥結乃在能乃是出自我們對超越境界的心態 這就是說你怕陸入迷信 這個癥結就是你怕陸入迷信 所以變成對宗教又害怕 又不敢接觸 可是我們卻一口同聲地否認這一事實 由於被壓抑下的渴求並未真正的消失 只是潛藏一觸 注意這一句話 被壓抑下的渴求並未真正的消失 這就是說你本來你是在法界的家 你本來是在心靈的家 但是當你後來你迷失了家 迷失了路 你不知道家在何方 你成為宇宙的流浪人 這時候你內心不安 苦 徬徨 不管有再高的科技 不管有再高的文明 但是這些都沒辦法解決你內心的這種不安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會繼續再尋尋秘密 不管科學再怎麼否定說那是迷信 那是不重要 但是你還是一樣會不斷再去尋秘 因此就說由於被壓抑下的渴求並未真正消失 只是潛藏一觸 伺機僑裝為其他的形式出現 因此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到他的化身 例如熱衷於靜坐 通靈現象 瑜伽 東方宗教 生理反應 靈魂出竅 瀕臨死亡的經驗等等現象 由於對超越經驗的渴求被壓抑太久了 一旦現身 常常顯得過於激烈而且變質 於是 妖術 占星術 服用迷幻藥 以及登山拜師等大行祈禱 結果種種的修行 種種的現象 怪異的現象就一直出現了 然而大部分西方人對於超人格的觀念 仍然是感到很困惑 這個我們要介紹一下龍格的觀點 龍格他又幫助西方人 進一步的去看到東方的神秘 宗教這方面的 我們看最後這一段 這是這一頁的倒數第四行 龍格於本世紀初 從學於佛洛伊德 被其老師視為一波的繼承者 但是不到十年的光景 兩人便因理論上的奇異而分道揚鑣 從此不相問道 他們無法互容之處 正是作者在第一章所指出的現象 自立於某一意識層次的心理學者 通常只承認比他更淺的層次 卻不願接受比他更深的層次 而且嘗試較深的層次為變態或根本不存在的幻想而已 注意這裡的分析 這是一個客觀站在第三者客觀的立場 來看佛洛伊德的學生龍格 很優秀的一位心理學大師 但是他後來跟他的老師分道揚鑣 那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佛洛伊德不知道 佛洛伊德大家應該多少都有認識接觸 像我以前我在大專時期一樣有接觸到他的書 但是當我接觸之後 我覺得說他的論注對我沒什麼吸引力 不起共鳴 因為我覺得那些論注都只是在枝柳末節上面繞 所以當我看了之後 不相應的話 那我就放下 然後再繼續找尋 好 我們看第二段這裡 看147的第一段 佛洛伊德的貢獻被自己局限於自我 角色及陰影的範圍內 榮士榮格也接受了佛洛伊德上述的層次 但他由不以為主 進而直探超人格的領域 他可以算是歐洲第一位研究人類意識 人類意識內的超人格層次的心理學主師 佛洛伊德始終無法認出這一層次來 兩人只有分道揚標了 這兩段 也道出很重要的一個觀念關鍵 以心理學大師 以心理學領域來講 近代的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 算是佔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幾乎研讀心理學的人 沒有人不拜讀他的書 但是榮格這個人 他是 我是為真理而來 我不是要成為大師偶像之下的一個 繼承一波的人 我不要這些 我在你的門下熏悉一段期間 我覺得 我內心所要的還是沒找到 我內心的苦 內心的不安 還是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這時候 我只好 無愛無私 無更愛真理 我繼續再突破 再找尋 大家要有這樣的魄力決心 所以 為什麼佛洛伊德 沒辦法體會到榮格所體會的世界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被自己局限在自我角色陰影的範圍內 在夢的解析裡面 在一些幻境 自我的陰影幻境裡面 這樣你沒辦法超越的 OK 好 我們再看 究竟榮格在人類的心靈深處 壯見了什麼 為什麼會將他引進超人格的領域裡面 他怎麼可能既在人類又超越個人 我們都知道 榮格對全世界的神話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這個是蠻重要的點 榮格他對全世界的神話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包括對中國的慈廟寺廟 埃及 美洲 大陸 希臘 羅馬 非洲 及印度的這些鬼神 圖騰 萬物有靈論 古老的象徵 神話觀念 榮格 榮格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因為他覺得這些是超越科學 但是他覺得不應該把它摒棄在外 雖然這些在實驗室裡面 你不容易求證 他是超越個人 但是不應該把它摒棄在外 所以他很有好奇心地一直地去探討 榮格還發現這些原始的神話象徵 竟然時常公然出現在文明歐洲人的夢境裡 他們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連聽都沒有聽過這些神話 再來 我們看隔壁一行 這些認識既不是此生得來的榮世變推測 這些神話概念必然是從人類祖先遺傳下來 埋藏在我們的身體內 榮格視這一類型為原型 為所有人類所共有 雖屬於個人 同時又超乎個人 是一種集體而超然的存在 當然他這裡講的 大家要慢慢去意會 慢慢去了解 也就是說 他已經來到接觸神 接觸神話 接觸靈魂的這個世界 這是比一般的心理學要更深入的領域 像我在小時候 然後 國小階段 那時候在鄉下 一樣 就是看到奇怪 為什麼那些 什麼 雞桶的問題 我對這些也很有興趣 為什麼會有那些啟鈴 然後雞桶這些問題 然後還能夠在那裡求神問父 還幫人家醫病 然後 如果你說沒有效 為什麼北中藍的還會到處 跑到我們那個小鄉下去求 所以我對這些也都抱持一種 雖然我沒辦法證明他真假 但是我必須保留他 而且要有客觀的態度去認識他 去接觸他 不是說我不知道了 然後就把它否定 所以我們要有這種 我們所不知道的 我們要保留 好 再來 我們再看 147月最後這一段 這個假設頗有他的道理 隔壁行 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 你看 他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類事實上是同樣來自一個源頭 隔壁是來自 他認為說 不是你我他不相干 我們事實上應該是來自 有同樣一個源頭這樣 那他想說 不然為什麼 雖然我們外相上面不同 但是 我們大家在這裡都是有兩個眼睛 對不對 有兩個鼻孔 一個嘴巴 兩個耳朵 雖然我們身高 都稱之不齊 但是 每個人 都同樣有四肢 就是手足 而且 我們手上又有十個 十個指頭 所以他認為說 人類應該外相上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有共同源頭的地方 他就是要去探討 接觸那個源頭這樣 所以 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 兩個腎臟 十個手指 四肢等 就像人類的手 因為要抓東西 而發展出特定的形態 人類的大腦 已有百萬年的高齡 他經過這麼長的進化 一定也發展出 某種領會及掌握現實的基本模式 這種意象性的神話 神話性的模式 就是我們稱之為原型 他這裡講原型 事實上就是說 他一直在探討那個源頭 如果我們再講一些哲學概念的就是說 像孟子他所講的 人性本善 來到那種良心 良知 良能 人類的那種心 本來他就是良心良能 如果你不受污染的話 他就是保存這樣的一種源頭 所以這個都是要去往上 更上去探討那個源頭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更深度來解析 我們等一下再更深度來解析 在隔壁一行下面 隆格稱這更深一層的心理現象為 集體性的潛意識 注意這一 他這個描述 集體性的潛意識 也就是說 他這裡面有一個大我的那個潛意識在裡面 他不再陷於個人而進入超越的境界 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埋藏著這超然境界的神話 我們若忽略了這極富潛力的層次 可以說是虛走人生一招了 那我們可以帶進一句 佛教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人人都有佛性 有沒有 跟這裡一樣可以去理解 人類雖然你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但是我們都同樣具有那一種慈悲心 我們具有相同的這一部分有很多 好 我們再看 在隔壁一段 也就是148月的最後這一段 榮葛 像榮葛這類超人葛層次的治療法 就是幫助我們意識到這股潛力 且善加利用 以免他暗地理與我們作對 注意 這暗地理與我們作對就是說 講的神秘一點 它叫我們如何活出一種充滿神話的生活 也就是說帶有一點神秘性的 一個修行者 他通常慢慢會來到帶有那種神秘的一種生活 許多人聽了會感到刺耳 因為現代人對神話有很深的成見 認為那是迷信 認為神話這個字常隱含著荒謬迷信 或是癡人說夢之意 這絕不是我們論起神話的含義 注意重點 這一句話 我們要活出一種充滿神話的生活 意味著住在自己的生活 工作 人際關係及環境中 體會到有股超然的存在 注意這一句話 你要體會到有一股超然的存在 而且你慢慢的心與之相應 你又能夠展現出那一種超人格的層面 所以神話是為我們打開了超人格的世界 我們常常活在那種小偶爾世界裡面 現在透過這些神話 透過這些神這些 慢慢的我們與之看起學習 我們的心境就會不斷的提升 所以隔壁行 童話故事裡 一開頭總是很久很久以前 台灣人也說什麼 古早古早以前 有沒有 古早古早以前 這個都是要探討到那個源頭 如果以基督教立場來講的話 我們都是來自同樣的一個祖先 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一開頭總是有很久很久以前 他真的是在訴說一個超越時空以外的古老故事 在那裡一切只是遊戲 什麼事都變得可能 神話中的描述及想像 十分近乎無界限的真實世界 和我們當前抽象而推理的世界 反而背道而馳 神話超越了時空對立的種種界限 我們可以說 神話意識其實 與本來的真實世界更為接近 注意 他這句話 這段的描述也是蠻重要的 神話超越了時空對立的種種界限 帶領人類把視野打開 把心胸打開 所以我們可以說 神話意識其實與本來的真實世界更為接近 因為本來真實的世界沒有界限 沒有阻隔 太陽是如此平等的普照地球上的眾生 是人類在那裡區隔 因此活在神話裡實際上是為我們開啟了那浩瀚無際的無界限的世界 這並不表示我們就該放下當前處處受限的世俗 而逃入神話的幻想中 它是要我們向神奇的超越境界開放 將那種心境應用到我們世俗來 藉著與生命更深的根源相係 重整我們的生活 所以要人培養出神話境界的心胸 注意這幾個字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探討那種超人格層次 就是要人培養出神話境界的這種心胸 神格來到神格超人格這些 超人格就是來到神格的世界 這就是已經超越了個人的親疏觀念 現在一般眾生是活在人格的世界 那我們要邁向向你 要來到佛教所講的無我 這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們今天應該可以pect諐明我 這個無我 真的它不是個名相 它是非常深 但是你要從人格來到無我的世界 它有一個必經的過程 它有一個必經的過程 它要來到神格的世界 也就是超人格的世界 如果說講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在六道裡面 你現在從人道的這種心靈品質 慢慢 不是死後 而是現在 你就要提升到來到天道的這種心靈品質 天人 天神 天神的這種心靈品質 但一般眾生 人類呢 通常都把這個天神 你自己在那裡哭哭拜 你把它裝在那裡框框 然後在那裡一直拜 在那裡祈求 這樣知道嗎 人類遇到這種天神方面 你就淪為赤等人民 像什麼神 什麼佛 在那裡祈求 在那裡拜 那就是你都沒有敢承擔 你要來到神格的世界 你這樣怎麼來到無我的世界呢 來到神格還沒有說來到無我的世界 所以像如果以人類的歷史上 像孔子這樣的一種大教育家 他就是來到具有超人格 來到神格的世界的這種胸襟 世界級的一些偉人 他們通常都會至少要來到有那種超人格的胸襟 他不是為個人的家庭在努力在打拼 不是為個人的名利 他真的是一種站在超人格的層面 但是你具有超人格 你未必來到無我的世界 也就是說 就算你成為天神 還是在六道裡面 只是六道裡面 心靈平盛最高的那種情況 但還沒有跳脫六道 佛教以及老子 他們所要帶領我們的 都要進入到無我的這個世界 這個是很深的 所以不要以為說無我那麼容易 你的心胸沒有打開的話 所以神格這個是比較更接近的 更接近人格 等於說它是一個過程 你如果心胸沒有打開的話 你還在我的宗派 我的宗教 我的徒弟 我的什麼 我的弟子 你還在那個小小的宗派 宗教的那種框框裡面 你怎麼跳脫 神格你都沒有去主 所以變成都只是在那裡 小孩子說大人話 在那裡空論 這樣知道嗎 好 我們現在再看 像它後面149這裡 它最後邊這一段 它還有提到 人類為什麼會畫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些圖騰 或是夢境裡面會出現一些奇奇怪怪這些 如果你沒有了解的話 那你會恐懼 排斥 那如果你能夠了解的話 我們看149月的倒數第二行 第三行 下邊 你會發現這些怪物對人類都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 因此 你也不然找出它對你自己的集體潛意識的象徵意義 然後將此意識融入你的意識內 就不會再被它的魅影所纏繞了 注意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你排斥 你認為那是虛幻 你認為那是很恐怖的 你在逃 在跑 那就表示 你還一直在畏懼 你還一直活在二元對立的世界裡面 那你還是會活得很苦 所以你就會那種人格會分類 你能不能來到這些都是屬於你自己 把它包容進來 所以這裡就有提到一句話 就說 融入你的意識內 這樣的話 就不會再被它的魅影所纏繞了 於是你的心靈深處會逐漸的放鬆 自我意識的表層開始崩裂 使得超意識得以成長 這種成長雖然超越了你個人的層次 卻仍然屬於更深更大的你 這個含義很深 我們後面這裡看完 我們再來歸納 我們後面這裡 把150 151這裡看完 我們再來做很重要一些歸納 好 我們看150頁的第二段 第二行 當一個人透過圓形 也就是透過圓頭 你站的視野越高的話 透過圓形的眼光 以及神話的意象 來反省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他的意識也會提升到 放諸四海皆準的境界 也就是說你的心胸 他會逐漸的打開 因他不再受限於自己偏狹的眼光 而是透過人類共有的心靈之眼 這是多麼不同的界線 這是多麼不同的眼界 這人對自己的認識也會大為改觀 顯示出世界人的胸襟及深度 注意這一句話 顯示出世界人的胸襟及深度 他不再只是一個自我或人馬座而已 個人的困難與機遇也打擊不了他 他不再執著於自己的想法及感受 因他深切了解 他個人不論面對什麼困境 那更深的我 我絲毫不受影響 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許只能夠驚鴻一撇 那純染無染的寂靜根源 漸漸地便會安處其間 不論意識中翻湧著痛苦、焦慮、絕望的波濤 海洋的深處卻仍然安享寧靜 這就是你來到心與空相應 你內心氣入虐盤寂靜 這時候你外向你可以隨順緣起 我們剛才所講的還有更深的境界 屬於這超人格層次的治療法或是修除法門 主要就是要想發掘出這個超人格來 透過神話意思的方法 只是其中一途而已 神話這是其中一途而已 每個人應該實驗一下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那這裡我們先來分享作者他所提供的方法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跟大家講 另外我個人覺得更有效的這種方法 當然這些我也都經歷過 也都去練習過 我們先來看151頁的第三行 這是第二段 所謂超人格的心境 即是指不再執著於個人的身心思慮的廣闊胸襟 如果你有此大字 下面的方法會幫助你在自我內超越自我 按照上一章所描述的方法 集中心神與人馬座意識上約莫二三分鐘的光景 因為你越來越深入人馬座 便與超人格層次更加接近 然後緩緩地莫送下任的句子 最好同時深入體會他的意識 作者所提供的這些我們可以參考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這是在佛教裡面什麼樣的情況階段 他所提供的方法如下 我有一個身體 可是我並不是我的身體 我可以看見並感覺我的身體 凡是可看得見的 可感覺得到的 並不是真正的觀者 我的身體也許疲憊或興奮 生病或健康 沉重或輕重 卻與內在的我毫不相干 我有一個身體 可是我並不是身體 其他的以此都可以列推 我們只講一個 所以他包括 我有欲望 可是我並不是我的欲望 我有情緒 可是我並不是我的情緒 我有思想 可是我並不是我的思想 大家都可以去練習 可以去看 這裡就是我們佛教修行法門裡面的 在五運身心上面來解析 解析無我 這樣知道嗎 你從色就是我們從身體 從你的身體 從感受 從思想 從行為 從意識 從分別裡面 從情緒裡面 你都要去解析 慢慢地去看到 欸 什麼叫做我 什麼叫做非我 什麼叫做我 什麼叫做我所 這個你要慢慢去觀察得出來 那這裡 就是要讓我們去看到 能觀於所觀 那這裡要讓你看到就是說 只要你能觀察得到的所觀 就是所有你能夠觀察得到的 都不是這個能觀的主體 這樣知道嗎 可以了解嗎 主要你能觀察得到的 它就不是你這個能觀的主體 我能夠看到我的情緒 我的情緒 這個情緒是被你所觀察到 對不對 我在稱恨 我在生氣 我在心胸狹窄 那個稱恨生氣 那是一個現象 這是你所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但這個現象不是你這個主體 是有一個我 他能夠去觀察到這些現象 現在 現在講這時 這比較複雜比較清楚 我們可以釐清 你知道這是一個過程 現在他這裡是要有意的 要把這個能所要分開 能觀與所觀 主客要把它分離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這些都是有違法的過程 有違法的過程 有違法的過程 這邊就是主 這邊就是客 這邊是能 這邊就是所 然後如果說這邊是心 然後這邊就是境 它是要把它做一個分離 它是要把它做一個分離 那為什麼要分離呢 當然 如果來到無修無正的那些的話 當然這是能所喪民 但是那是很高的境界 在你還沒有真正把內心清楚淨化之前 你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所以為什麼我們五運裡面要來解析 五運非我非我所 然後從地水火風各處裡面 都要去解析那些五運 這都是一個過程 因為我們眾生 你的心跟境 你的心跟境界 也就是說你的根層 六根 跟這個境界六層 一般眾生都怎麼樣 對 對 都糾纏在一起 你都糾纏在一起 所以你的心 常常成為境界的奴隸 你的六根 常常成為六層境界的奴隸 被牽引著走 你那個離析的空間沒有出來 所以這裡一個過程 就是要讓你產生這個離析的 這個就是一種離析 離開系府 離開系府的一個力道 那個空間要出來 你這個工夫 你如果沒做過 你沒辦法來到 我主客雙民 能守雙民 所以為什麼禪宗 本來是很高的境界 但是你沒有腳踏實地上來的話 很容易形成狂殘 狂傲 所以這些你要能夠看得出 要能夠看得到 你把它分開來之後 然後你才漸漸不會成為境界的奴隸 當以前你聽到一句 人家罵你 責備你 或是攻擊你 那種生辰 那種意境 那種聲音 是你的不可意境 你聽了之後 你的心就在那裡稱恨的好幾天 有沒有 現在呢 你能不能來到 有距離 有空間地去聽那個聲音 再來 你來到 有距離 有空間地去看到 我們自己內心所起的 那些承認心 這個空間距離要拉開來 你這樣才能夠來到 漸漸地自有自在 不然 你都叫境界 拖在那裡睡 在滾滾紅塵 這個就是戲服 在白條 那你 如果你這個沒有拉開的話 那你看 你就是在 顛倒夢想滾滾紅塵的世界裡面 在那個自我 在那個自我的世界裡面 在那裡繞 你沒辦法跳脫 你的心境 因為你沒有空間 所以你沒辦法昇華 沒辦法來到那種超人格的層面 這個就是 你慢慢把那個心境拉開 還有 你看喔 我們眾生常常 你跟你所 連找的境界都連在一起喔 看你貪愛什麼 你都跟那個境界連在一起喔 你對你的另一半 有很深的執著的話 你都跟他連在一起喔 你對你的小孩 有很深的執著 你都跟他連在一起喔 所以 你看 人就是從這個我 我所出發 所以這個我所 我的小孩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什麼 我的名 我的利 你跟這些都連在一起 所以 你的整個生活 就在這個狹小的世界裡面打滾 那這樣 你沒辦法來到超人格層面 包括說 你能不能來到 跟自己的另一半 有一個距離 跟自己的小孩 有一個空間的距離出來 這個不是冷漠喔 不是 不是冷漠 而是那種連找 那種抓取 那種依賴 能不能漸漸地放下 所以 這一段 它主要是 讓我們透過有違法 把我們那個糾纏 身心 心境糾纏在一起 那些 慢慢地把它剝繭 抽絲 把它分離 ok 那在這個過程 以禪宗的立場來講 這就是來到 見山不是山的境界 知道嗎 這就是來到 見山不是山的境界 所以 這個不是我的 那個不是我的 這個不是 那個不是 這就是來到 見山不是山 你要經歷過這些之後 然後再繼續用功 繼續再深入 你才能夠來到 見山又是山 你才能夠來到 再成不然成 好 這裡是作者 他所提供給我們的 那 像這樣 根層離析的 心境離析這方面 這就是 你慢慢來到 如果我們 實際的禪修 跟大家 就是 引導大家去提供那個禪修 所以我們都是協助來到 來到 心 我們的心 要來到一種 空 明 覺 當你透過有為法 包括出入洗也好 所有的各種方法 是讓我們的心靜下來 指下來 那這個心真正的靈靜 就是來到一種 空 明 覺 而不少學院已經能夠體會到 來到這樣的境界 這個相當好 當你的心能夠 保持一種空明覺的話 那你看 你根層 他就會離析 心靜 那種殘腐 他就會離析 然後離析之後 這些 白雲 烏雲 他又任他自有穿過 所以這個離析不是說 變成好像他跟我都不相干 然後排斥他 不是 他是一種沒有臉藻 但是他卻又是無愛 沒有阻礙 虛空不愛白雲飛 虛空不愛烏雲巨 這是作者跟大家提供的方法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他前面也稍微提到 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你要進入超人格層面 以我個人覺得 我們要像 你所認識 所敬仰的這些神 佛 跟他們看齊 學習 或是你心目中有認為說 怎麼樣一種世界級的偉人 向他們看齊 學習 不是在那裡看 我怎麼樣 在幾年內賺到一百萬 我怎麼樣在幾年內 能夠成為爆發戶 我怎麼樣能夠 在官場裡面 能夠刺詐風雲 當然這些你要看也可以 但是真正要提升我們心靈品質的 你要跟你心目中 你所覺得 這樣的一種神格 讓我敬仰 讓我敬佩 好 跟他看齊學習 這個不是迷信 不是聽得在迷信 像以前我在 這個也是 現在我們 這兩三年來我才看到這一本書 但是我在國小 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看到 鄉下這些 娘行拜婚 那時候鄉下還沒有佛 佛教這些都還沒有傳入 就是民間的一些民間信仰 民間最普遍就是 媽祖佛 大道公家 看著他們這樣 眾生這樣來風靡他們 然後聽著他們的那種 對眾生的幫救度 救濟這些 在內心裡面 蒙蒙之中就有一種 要向他們看齊學習 所以 像我以前看這些神 看這些 我會覺得說 我尊敬他們 尊重他們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跟他們看齊學習 所以 有時候 因為我內心的心靈世界 跟家人沒辦法說完全的溝通 因為家人還是沒辦法真正了解 我們內心所想的 那時候跟我媽媽稍微提一下 自己的一些想法 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有時候 他認為說 我的一些想法好像不切實際 那就跟他講說 以後你的小孩會像 因為他們比較懂的語言 來跟他們溝通 你的小孩會像 歹斗共一樣 會像媽祖佛一樣 這樣有什麼不好 父母親的心目中 因為他們停留 他們還是在那種 我們對神 對這些神就是要恭敬拜 怎麼可以要跟他們一樣 所以他就認我說 也會就認罵我說 你這跟孔子 那我就跟他講 做孔子也不錯 因為孔子也是真偉大 孔子就是孔子 孔子台灣就說孔子 媽媽就沒屁條 好啦 死在你啦 不過說實在就是說 我真的以前 包括一般的那種民間的那種寺廟 我一樣會進去 因為我一樣在尋尋祕密 那我遇到這些 我還是一樣保留無限的空間 我認為不能夠因為我不知道了 那我就否定他們 但是有些方面我們寧願信其有 所以在這個過程一樣 都是他們無形中無意中 都讓我覺得說 這都是很好的學習的目標 所以包括到後來大專時期 接觸基督教 耶穌的世界 以及佛教佛陀這些內心世界 一樣啊 當我後來接觸到他們這些內心世界的時候 我感覺就是說 他們真的那種胸襟那種視野那種智慧 不是一般人的這種視野框框啊 所以當我接觸他們內心世界的時候 我一樣引起這種 跟他們看起學習那種心 順何人也 與何人也 有為者欲若是 真的他們都是讓我們看起學習啊 不是在讓 不是把它當作 他們是高高在上 然後我們是次等人民 你再怎麼哭哭哭敗 不是這樣啊 當然在這種內心成長的世界裡面 這時候我都不敢跟別人講 因為跟別人講 人家都認為你是我慢 但我覺得說這才是真正 他們來這個世間視線的重要意義啊 所以佛陀是協助大家解脫啊 佛陀不是來這個世間要讓大家膜拜耶 把他裝金身然後在那裡拜 不是這樣耶 佛陀就是協助大家跟他一樣 來到無上正等正確解脫自在啊 所以佛陀也坦白跟我們講 你未法做見證 這才是真正最大的供養 最大回饋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要來到那種一體世界 那中間這個過程 像這些諸佛菩薩啦 跟他們看起學習 我們來到超人格的心胸 這樣你會更快 你一定要打開原來狹小的視野 這方面 這不是在你狹小的 關在那個殘坊殘堂裡面 然後在那裡入深定 然後在那裡想像 在那裡失誤 在那裡失誤在那殘像裡面 不是的 你一定要慢慢的去體悟 把這些世界級的偉人 納入我們的心胸 納入我們心中 然後跟他們看起學習 好 好 再來 還有 我們現在再看後面152頁這裡 然後等一下再解析一個過程 好 152頁這裡 他有提到第二頁 你反覆莫誦幾遍之後 你便越發可以肯定 我是他們之上的純淨覺識 是所有思想情緒感受以及願望的見證者 絲毫不為所動 這就是來到漸漸那樣心境的離析 保持一種空明覺這樣 只要你肯恒心的練習很快便會生出某種匯見 對自己生出極其不同的感覺 也許你會在心靈深處體會到某種的自由 有輕鬆解脫安穩的感覺 即使痛苦與焦慮的驚濤亥浪仍然在周遭世面 但這忠心卻始終保持著清明寧靜 安處在這絕世的中心點上 這裡他都描述到很深的那個修行的境界 他這個不是文字的敘述 這是修行心靜的那種實況的敘述 所以你看不管外圍再怎麼驚濤駭浪 但是你的中心點卻始終保持著清明寧靜 安處在這絕世的中心點上 就好像由驚濤駭浪的海面潜入安全而臨近的海底 起初你也許只能夠潜入情緒的風浪下即此的深度 只要氣而不捨必能夠潜入心靈的深處 自由地伸展對周遭的騷動不安 雖保持極度的靈靈卻不受感染 這就是我們在禪修的時候有跟大家提到的 你慢慢要來到心與空相應 而外相隨順緣起 那是很高的境界 但是大家要慢慢地去做 我們目前只討論超人格的層次 尚未涉及純粹的一體意識 超智慧到了一體意識的境界就會消融於一切之中 因此我們必須借助於超人格的智慧作為要入一體意識的跳板 注意這一句話 我們必須借助超人格的智慧作為要入一體意識的跳板 下一章則偏重消融於一體 所以更精彩的結論完結篇是在後邊的第十章 那是很重要的結論 我們必須看透所有的課題 不論是生理的、心理的、情緒的 唯有超越他們才能生出超人格的智慧來 注意這一句話 唯有超越他們才能生出超人格的智慧來 所以我們在整個文師修正的過程都跟大家講 我們的貪稱之我慢那十個結 不是用暴力去砍 不是在那裡譴責 不是在那裡責備 不是在那裡自責 然後在那裡消不完的災 你永遠消不完 你要來到 你看到 如實看到 然後包容他們 接納醜陋的自己 你才會來到超越的境界 唯有你真的接納 唯有超越他們才能夠生出超人格的智慧來 注意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不是用我慢去斷我慢 不是拿著劍在那裡砍自己的影子 你砍不完的 能不能用無限的心胸包容自己的影子 包容自己的醜陋 這樣你才能夠來到超越的境界 好 好